大家好,欢迎来到凯年六的小窝,我是万万又见面的朋友们 今天呢我们素颜开始啊,素颜开始 然后我们做一个新品上妆啊,然后 斯芙兰的战利品我们体验一下 我在上妆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啊 这个呢一个是Dr. Dennis的 Dr. Dennis Gross他们家的这个Vitamin C 15%的Firming Serum 然后这个是他的叫Dewy Deep Vitamin C加Lactic Cream啊 然后我真的就是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试一下,我是偏敏感肌啊 他们两个在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让我敏感的现象 我现在用了大概也五六天了吧 然后从我买到现在,买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打开就用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是 我真的蛮喜欢的,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个面霜的质感 是那种褶梨状的 我已经用了很多了,我用量也蛮多的啊 这个呢我暂时可能会再回购一罐那一个 后备的,因为八折我觉得它是OK的 不然它官网上会不会有其他的准够 但是我现在再再再收一罐这一个 这个呢我们前面就是用的还不错 因为我Vitamin C不是一直在用啊 我用一瓶,用完一瓶,然后大概就停一两个月 然后我再去买这个Vitamin C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面霜我真的真的是非常爱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万万是毁油性肌肤啊 偏敏感肌,白天勇 这个呢给大家更新到这里啊 然后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一个面霜 还有加上这个serum,然后 防晒我用的还是Elixir那个防晒啊 用完之后暂时不会回购那个防晒 稍微有一点点干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做这一个新品上妆啊 一个啊,这个是 House Lab Beauty他们家的 就是Lady Gaga自己的这个品牌 他们家的这一个粉底被吹爆了啊 然后我自己也想要试一下这样子的 OK 这样子,包装呢当然非常的luxurious 很沉 然后包装我自己蛮OK的啊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 145号Light Cool OK 我就直接用这个美容蛋先上妆啊 然后 凉泵的量给大家看一下质感 OK 是它的颜色 做个参考咯 然后 一股酒精的味道 OK 然后我用苏尼库沙克的美容蛋运染一下 我就不用刷子了啊 大家 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干净的粉底刷了 太懒了 事情太多了 没洗 哇 波乐的效果还不错啊 两泵的用量 medium的coverage 斑点还有点透出来啊 泛红的这一个 遮得很不错 波乐的效果也不错 没有觉得是matte啊 很典型的radians在我的脸上 OK 这种呢 radians的妆效啊 medium的妆效 medium的遮瑕 我该怎么说 OK 真的很 很radians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 我现在在窗口这个地方 自然光线 我前面没有那一个 就是 我前面没有 box light啊 朋友们 我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前面好像很亮 就自然光线啊 就这就是自然光线啊 就自然光线 没有那一个light box light box会剥落掉很多东西啊 OK 我前面是还不错啊 这一个粉底 颜色fine啊 fine这个颜色 然后 concealer 然后用一下 milk makeup的这个 叫future fluid alover cream concealer 其实我没有太多 要遮的啊 我们就眼睛下边 来一点点 OK 我买的色号呢 是5W 好 我们遮一下黑眼圈 感觉最近酒精摄入过多 看上去的感觉跟蓝蔻的那一个 就是我晕染的时候啊 就是看上去这个妆效 跟蓝蔻的那一个tinty度很像啊 我要比较一下他俩的价位 蓝蔻的官网经常起舞着 这个价里真心不错啊 miracle makeup这个价里真心不错 natural的妆效 有一点点illuminating的这种感觉 oh houselab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感 oh我的天天 先不搞他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家这个真的是有点 有点扯良心了啊 有点扯良心了 7克真的是太少了 之前有朋友说海兰之谜的那一个更少 海兰之谜那一个大家都说延展性非常的好啊 然后 我曾经买过啊大家 但是 大家可以看我最早最早的视频 都有买过 后来他改版又干嘛干嘛的 我也不在乎了 我后来就买了他们家那一个 嗯 这什么来着 就是pressed powder 然后那个也挺差的 也不太好买 ok 然后用蓝蔻的这一个 我沾上他这个粉 ok 压一下 顶一下眼妆 顶一下眼妆 它完事之后粉里面是有一个这个草 草醒的这种的 然后上面的盖是这样子的 然后给它弄下来 这种包装呢其实好也也fine这种的啊 这个粉呢挺薄的 然后也没有遮住这一个 丁妆粉给它带来的这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粉底给它带来这个radiance的妆效 粉非常的薄 这个粉啊就真的 从性价比上来说 你真的不如去买戴科这个大家 戴科这一个我忘记多少钱了 60美金吧这样子的 Sexy Family也经常有折扣 好吗 然后这个是20克的产品 你比较一下性价比 777克 ok 这样子的 不要去买了 不要去买了 没有必要啊 太没有性价比了 好吗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这一个bronzer ok 我的色号呢是 Light Level 4 斯福兰上面写的是Lady Gaga Go to color 什么什么的 我那天 今天不是出印象啊 这个bronzer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bronzer的 有一点neutral色头那种的 ok 那这样子 带一点点适应啊 但是没有一些shamer在里面 颜色也很好看 bronzer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下这一个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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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个三色cheek palette 这个是cream 这个是腮红 然后这是一个带高光的这样的一个 腮红topper 我用了一下大家 我跟大家说非常的上色 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他真的很上色 你不要看他在盘里面这么浅啊 然后 真的很上色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有看到 就是你真的就是轻轻一下 然后你需要再跟往往一样 在手上按一下才行啊 否则的话就真的 太上色了 太上色太上色了 但是呢 粉纸非常的薄 由于它这么上色的关系 我觉得很多的其他的 比较艳的颜色 比较深的颜色 我都用不了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甘心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 这个是very that 色号啊 这种了 然后我们找一个扇形刷 我用一下这一个topper 这个也非常的上色 然后 当一个这一个高光 加这个topper去 暈染它 这样子的 而且我用的还是扇形刷 大家 OK大家 眉毛搞定之后呢 眼影 眼影今天呢 我们用一下这一个 焦蓝 现在也说焦蕙蚀了 焦蓝的这一盘啊 比较 换一个比较烟熏银色的 这样的一个妆容啊 色号是01号 Imperial Moon 2 不是Wingos MAC217啊 然后我们先沾上 这一个 Chris的这个颜色 打在整个眼瞼上边啊 打在整个眼瞼上边啊 跟啊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这一个 tomfer的更多一些啊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下这一个黑色 直接用这个刷子啊 然后这样 然后 我那天用了一下 就是上色度一般啊 就是 不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一种黑色 好吗 就是非常的sheer 非常的薄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是不值这个钱了啊 嗯 然后我们用一下这一个 shamer的颜色 然后 扫一下 这里边比较出彩的 就是这个shamer的颜色啊 加上那个blingbling的tomper 就这样子 tomper我们来一点啊 它是这种银色的tomper 然后 掉肯定会掉 但是质感也是有啊 那我给它拿一下 Natasha Tindona 这个glam palette OK 如果你有这一盘的话 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去买 glam那一盘 你看一下这里边的颜色 看一下 大家 冷色调 65美金 88美金 85美金 你会选择哪一个 just it just it OK 恭喜这一个 Tarra 28的那个 我有买到哦 朋友们 但是还没有到我家 那天有朋友DM 在那个instagram上DM 我说 WanWan 死后来有货了 我就赶紧去抢了一个 诶 还真有 口红大家知道 我没买啥口红 我们就用一下这一个shbeauty的这一个啊 然后包装真的是很可爱 哈哈 我倒是ok 然后我又心下了一单 真要朋友给我推荐benefit的几个腮红 然后我收了那两个颜色啊 有朋友给我推荐的 然后这张Tarra 28的那个睫毛膏 所以一起 哇超级上色 有点太 ok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这一个装效啊 然后呃 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好吗 先看一下时间 我看今天能不能做上测评啊 因为我现在呢是9点04分 9点04分 呃 应该会给大家做上测评啊 然后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更新一下 先说一下第一印象 先说一下第一印象 朋友们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最最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第一个就是 呃 housebeauty他们家的这一个bronzer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bronzer ok 颜色质感 我觉得都很好看 这个是light level 4这个颜色 然后呢 这一个 啊 very that 这个颜色 我自己非常喜欢 它其他的颜色 我觉得它上色度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颜色就是会不会太夸张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就足够用啊 足够用 哎 上面是个cream cream这个那天呢我以为大家做试色 然后我那天也用了一下 也非常非常的持久啊 这个腮红今天不是出印象这样子的 目前出印象这几个就是这一个了啊 就是 housebeauty这一个 这个呢比我想象中要radiance很多很多啊 就是有点惊艳到啊 就是特别的亮 特别的亮 其实这个应该夏天去买它 不乐的效果也不错 遮瑕力呢 我可以说是中度的这一个遮瑕 然后定妆粉也fine啊 定妆粉也不是说不好 我也可以继续用下去 但是我不推荐去买这个 就是从性价比上来说的话 它真的是差其他的这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这一个 要差很多啊 7颗真的是太少了啊 I've released 应该10颗吧 10颗吧 8颗也有点少 8颗也有点少 OK 然后呢 这一个眼影啊 眼影 就是大家真的就说 你就去买 Natasha Dinona的Glam palette 好吗 好吗 85美金 有点冤枉 超级清的 plastic的包装 加一个镜面 然后一个 Galang 焦蓝的名字在上边 fine it's fine 好吗 然后这个目前为止还ok啊 然后ok 它是Mad Lip Balm 有点像Nars那一个 但是我觉得颜色呢 要稍微的pop一些 Nars那个颜色要稍微收敛一些 比较偏neutral nude 就是这种感觉的 有很多颜色 这个呢有很多 比较艳的颜色在上边 嗯 就就还好 有一点 那种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fine fine啊 这一个就是 好玩的一个啊 好玩的一个 就是凑热闹了 ok 然后呢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更新 这一个底妆品 在我脸上持妆的效果 然后 我们就一会儿见咯 快速回来 给大家更新一下 这一个 我今天这些用的 这一个产品啊 我先说一下 这一个定妆粉啊 大家看到我Gucci的 这一个睫毛膏 晕染了 正常的话 这个睫毛膏 在我眼睛下面 是不晕染的 我觉得它这一个 定妆粉里面 可能含了太多的 summercon ish的东西在里面 silicon啊 damescon啊 类似于这种的 我觉得稍微有点 油腻感在里面啊 然后 嗯 你可以看到 定妆的效果呢 不乐的效果呢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然后 跟这个一样不错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性价比真的很低 如果有的朋友说 我定妆粉用的就是少 然后我也经常 经常换定妆粉 我就想渴着7克用 我能用完 你可以去买这个 ok 不能说到不好 啊 然后其次呢 就是 House Labs 这一个 啊 粉底液 其他没有任何问题 T字区有点油妆了啊 就是 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油妆了 就是妆走了 没有了 就出油 都没了 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粉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没有任何的粉 这个地方 啊 全部没有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出油也 ok 然后 也有出油 就是T字区 因为万万是混用性肌肤嘛 就T字区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严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其他的第一个 其他的其他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一款 我觉得非常radiance的粉底液 也比较适合夏天去用啊 我自己是这么感觉 现在这个时候 我用的就比较少 除非我上面用了一个 非常雾的定妆粉 不拉不拉的 ok T字区 厚的并不是非常的 惊艳 非常的惊艳 我觉得要像 Tower Up or Tower 20 Beauty Blender 的那一个Tinted Drop 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我觉得价位上还有很多的差距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你还是可以去试一下 那一个Beauty Blender的Tinted Drop 那一个 真的就是会让你惊艳的程度啊 会让你惊艳的程度 所以这个呢 嗯 好粉底 但是厚的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棒 现在是 但是 秋冬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 啊 所以这个在我这里呢 fine 可以去用 但是其他的经验的 还蛮喜欢的 我还蛮喜欢的 ok 就是 就眼影 哪去了都 都哪去了 都没了啊 都没了 都消失掉了 这样子的 太一把了 太一把了 嗯 强推大家可以试一下的 干净皮肤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House Beauty的这两个底妆啊 但是我自己强推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这一这这两个 嗯 那么 爱 今天的这一个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选择这几样产品啊 然后希望通过我今天的测评还有上妆 嗯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及时更多的一点点信息啊 如果你对这些新品也感兴趣的话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或者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往我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Bye